我們人民力量在7月13日至15日三日 就會包圍立法會動員群眾 我們記得在7月2日的凌晨 當我們138人 人民力量在這個中環金鐘道正在 然後被警方拘捕的這138人 全部去了北角警署 我們拒絕擔保 當時我代表這138人 跟那個歐斯說 我說我們不會擔保 因為我們公民抗命 要不你就扣留我們48小時放人 要不就告我們 要不就放人 沒有第四條路 結果登記身份證要讓一番 搞了我們8個小時之後 138個全部放了 這個是近年群眾集會 被警方拘捕的人數最多的一次 連在干惡道中 那班社運青年被拘捕的人數加起來 我們總共有228人 各位 這個是新任警務處長 這條江頭佬 曾偉雄食屎狗 做這個警務處長之後 不斷打壓和平示威的人 還要抹黑你的人 說你佔據馬路 阻礙交通 各位 任何的群眾運動 或者和平示威都會阻礙交通 每年的七一帶遊行 整條軒尼斯道要拼了一半給你走 是不是阻礙交通 是不是 附近那些店舖 因為有這麼多人遊行 茶餐廳爆了棚 是不是有益了他們有生意 是不是 有好有不好 大家都要承擔社會的成本 問題是你承擔社會的成本 付出代價值不值得 是為了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有一班那些評論員 例如什麼 左右阻礙了 阻礙大局的李慧寧 大口寧 什麼道地獄報的王麗軍 還有那個十九行政會的首席